晚上好 我现在稍微有点小丑 稍微直播一会儿会儿我就走 晚上好 我的头现在是那种给你们听 就是非常的硬 然后我的刘海也是捋不下来了 就这样吧 今天好漂亮真假的 我的刘海很塑料 我的头发很塑料 就这样吧 头上戴了 因为这个头发太奇怪了 我戴了个发 对我头发是 没有我头发被抹了很多磨丝 我头发上面全是发脚的配音 对然后我就戴了个帽子 就不沾帽子 对啊我今天要洗头了 我昨天为了这个 我今天这个杂质我还洗了头 我今天跟你说我这个领口低 但是我今天你知道我们两个拍的照片 那个领口 在这儿 呃 可以说我们拍的什么那风格 风格 风格你说什么 就是比较帅 三一会又说了 他让我们拍的风格比较帅 因为我穿了一个这种的西装 还让我们就是这样子拍 谢谢我是侄女 你哪位是我的选招 你说我还是你啊 谢谢你 谢谢你的选招 谢谢你 谢谢这位哪位 谢谢 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照片 然后那今天还给我画了个张飞眉毛 我吐了 我我在玩手机抬头说 呃 说我不能接受 我真不能接受 我一开始以为你是野生眉 结果他每一根毛都是竖起来的 因为他那个衣服很重很重 非常不能接受 然后 然后他是一个这样的马甲 然后太大了 我根本穿不上 说实话这饮料真难喝 你不说一样吗 不太一样 一样又不太一样 没感冒 就是动的有点流鼻涕 然后还穿了一个大裙子 我头发真的像塑料一样 白裙子 应该就是婚纱吧 然后他是那种绑带 就是勒 他没有拉链 是那种系起来的绑带 今天拍了一组我很喜欢的照片 之前就是没有尝试过的 婚纱 不扎手 婚纱 谢谢北北北北饼的皇冠 是婚纱的照片 谢谢你 我没有看到他拍的就是 屏幕上我稍微看到了点 然后我们 就是助理姐姐 帮我拍了两张花絮 很想发 但是呢 发不能发呀 这个花絮拍的挺好看的 对 就是助理姐姐拍照 真是有点东西的 拍的那种玫瑰 受伤的小玫瑰 玫瑰伤痕的感觉 对 然后我们俩还拍的合照 继续好看 不要说我钓鱼啊 别说我钓鱼啊 是真的很好看 但是这个相机拍出来怎么样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 基本没化妆 就是说基本一个大素颜状 就是高睡醒 上去 就是合照 那个合照就是一个非常素的状态 谢谢 最后一套 我非常非常的讨厌 就是我不喜欢全脸都露在外面 但是他把我最 反正他把我全脸都暴露在外面 我很不喜欢 不过总归有好有坏嘛 我本来以为我自己 我本来差点要 我们俩差点要拍一套 特别抓骂的那个照片 就是 长指甲 你没看着我看到了 这么长的指甲 说 他说这么长的指甲 这么长指甲 让我戴在手上 说 还在让我挑指甲油 我当时看到指甲油的时候 我整个人 爬毛竖起 我说 不会要给我涂吧 他说 不是不是 是涂在另外一个假片上 我说 然后我一看假片 谢谢334477 送我的全帐 这么大 这么长 这么宽 我唯一 差点给我吓得昏过去 我有点那个 就是我给你们放在房间 我那个 那个雷射装 那个 其他都还行 但我不知道 就是什么片子 他就是说想表达 这是树枝的意思 还可以 我发了朋友 谁家树枝长这样 大姐衣服 不坏 我这个衣服在楼上买 还挺漂亮 其实他现实看还好了 不会觉得领口很深 只不过因为直播的时候 我老是这样看 反正非常的狭头 然后幸好他们 我们姐姐说 嗯 其实可以不用这个指甲 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沾一下 有个夹子 拿个卡子 那那那 那有个小黑 怎么拿兄弟姐一个给我 我刚刚扔的 黑抓抓 你这个夹不住的 夹得住 等我崩开别怪我 你看夹得好好的 谢谢卫衣笨狗的夜碟 谢谢 那那个夜碟谁带的夜碟 有没有人说 怎么怎么看 没人这么说 谢谢小谢的夜碟 谢谢小谢 谢谢你夜碟 这是施法 他让我就是说 要给我做一个湿的大背头 今天没有发照片 这个照片我真的很想发 可是发不了 我发了朋友圈 大家直夸好看 真的 可多人给我点赞了 有 有谁呢 有 有我妹妹 有我家里亲戚 然后 然后还有谁呢 有高学医 对高学医 高学医直接在下面评论说 有这我不相信 说哇塞 真漂亮 哈哈哈 你别说太多了 说太多结果成片 对结果成片 那个什么 大家不要期待 别期待别期待 期待一下我发的微信图就行 嗯 因为我最后涂了个黑嘴橙子 紫色 一个大紫色 深紫色的那个 本来我也要涂的 谢谢 他就说不适合我 谢谢太甜送我的全账 谢谢太甜 谢谢你的全账 谢谢你 谢谢你太甜 对 就本来要给我涂的 后来就说不适合我就没涂 对 凭什么 他说我适合罗色口红 凭什么 因为我平时口红也挺淡的 然后上去拍了 一个大黑嘴橙 插着那个西装 然后一个这样子的西装 谢谢小金送我的全账 谢谢小金 谢谢你 谢谢你的全账 谢谢你 大背头其实并不帅 谢谢你全账 单人双人都有了 谢谢口袋在桃唐森的业蝶 谢谢 今天穿了一天高跟鞋 对我的那个高跟鞋有这么高 夸张了十厘米这么高 十多厘米再说 然后你就适合那个 那个化妆间最高的 对我在化妆间下个具 就是我们化妆的那个 那个那个老师是男生 然后呢 他都比就是这样子 特别特别的 就是我是这样看他们 穿的那个高跟鞋之后 就是穿那种西装也是穿的高跟鞋 可能他想的是那种郁姐的感觉 给我们看的照片 祝你身体健康 让我们学习一下那个感觉 给我们看妮妮的照片 嗯 i just wanna 反途那个刘海 脚跟没事 就是他就是配合那个造型 王毅蛮像你能不能不要提个明星就说我像呢 真就是觉得 嗯 我出我还又要说一遍 我是个女的 就除了我跟他一样是个女的 其他都没有关系 ok 哇哇的宏观 哇哇 哇哇 喂 喂喂 谢谢你 什么 没看清 点了一个火锅的菜等会煮煮吃 因为今天冷到了 眉毛咋了 我这眉毛其实没话 我刚那个提马尾露出耳朵 我这耳朵刚安上去的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整个头都是胶 你们俩夹耳朵 眼睛上都是胶 然后呢眉毛上都是胶 头发上都是胶 而且我的耳朵也很高 到我的眉毛上面了都 所以我正视前方 难受啊 所以等会儿直完播我就去洗澡了 我先洗 洗什么澡啊吃火锅 先洗澡 那你等会儿洗完一身味 你看我满头都是这个地方你说得了 你先把渣血吃完再洗 要不然你的那个味儿你也受不了 我受得了 你受得了个屁也不能 你先吃了再洗 相信我 你不信老人一年吃亏在眼前 你都知道亏了 你自不听我的话就吃亏 是不是 成不成人 不成人 那你别跟我说话 我不是老人 那我是 我是一个大人 虾报 少 谢谢 少虾说 OK 谢谢 注意卫生 不然 不要用错词语 OK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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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大人言 吃亏在眼前 然后王一也 希望美美洗个早香香的 吃了火锅 哎呦抽得不得了 火锅也是香啊 那你就睡这个沙发 不行 为什么不能你睡沙发 因为你 每次都是我睡沙发 你什么时候睡个沙发 别特别造谣 不许 之前不是你让我睡沙发 你还让我睡沙发呢 你睡过没 你真睡了吗 你睡了吗 我没睡啊 我睡了呀 你睡个屁 再来张某子 我睡沙发去了 我真睡沙发了 然后又自己回来了 什么叫 什么时候睡沙发睡一晚上的 我当时还发了朋友圈 什么时候 我怎么现在就去看 什么时候 9月23号 我9月23号 那个什么的 你睡沙发睡一晚上 怎么晚上到早上 睡到了早上 然后发现我还在沙发上 都没有人管我 然后我就自己睡回去 什么时候 9月23号 你不会自己在沙发上睡着了 怪我吧 够屁 就是 9月23号 自己在沙发上睡着了 怪我 当时我跟你吵架了 吵什么架 我还跟你生气了 然后我就觉得你这个人 没什么好搭了 我就自己睡沙发了 你把我屏蔽了 没把你屏蔽 你说什么 我发了朋友圈还带一张丢丢的图 我说 如果连敷衍都不愿意的话 真假的 还有这种事情 完全没有印象 说不定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睡在沙发上 我是不是根本不知道 你睡在沙发上 你知道 你说 我听 你后来给我解释了 你说我知道你睡在沙发上 但我太困了 我就睡着了 什么时候的事 9月23号 这个人这么记住 他在事件 时间 进一点 就清楚了 然后我有什么事 我自己就不记得了 我在杭州 9月23号我在杭州 狗屁 你那时候回来了 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9月23号 那你就是 那我就是9月23号凌晨发的 那我就是9月23号凌晨回来 太累了 我是说9月23号凌晨发的 你9月23号 你9月22号有啥事 我就想问你 我凌晨还在高速 那你就是9月22号 那要么就是9月23号的 反正9月23号 还高速呢 什么事情 我咋知道什么事情 肯定也忘了呀 反正就是说 你都不愿意敷衍我 什么叫我不愿意敷衍你呀 因为我发了 如果连敷衍都不愿意的话 我高速是在9月24 对啊 我自己打车回来的 我又不在场证明 我心虚了 我没有心虚 我只是完全忘记这个事情 可能就是他自己也生 生梦气 然后去厕房睡觉 然后我自己在床上睡着了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 挂在我身上 是不是 什么叫把这个事情过来 就是啊 就是 你就自己 怎么自说自话 在上方上睡觉 你自己第二天还跟我说了 你跟我解释了呀 对啊 我睡着了呀 对啊 你说你知道我那个什么了 我什么什么 你自己很多次自己没事 就跑到上方上过来歇歇 真的呀 有时候你觉得在床上睡得不舒服 你就在上方上歇歇 基本上这种情况下 我都在跟你生气 只是后来懒得跟你计较 你那气太多 你要放屁 这样吧 嘟嘟嘟 嘟放屁 你看 这个人小气鬼 我没有小气鬼啊 你就是小气鬼 我最近也没跟你生气啊 你最近还没跟我生气 昨天才跟我生气 那都是跟你闹着玩的生气啊 昨天你跟我闹着玩 昨天我 你昨天跟我闹着玩 你把话说清楚 很危险的 你不要 你不要下拉 我这下面总共就这么点 我可不想再穿身衣了 昨天是你忘了 昨天什么事 倩倩跟我生气 你自己还忘了 伸太多气了 昨天什么事 我真忘了 对啊 今天穿的那个衣服 不是个大声V吗 算了 算 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好说 和好吧 不行 为什么 我还没好呢 为什么 我还没好呢 那我也不好 跟你隔绝 你干嘛 你以为一个草莓熊 能隔着到什么 跟你隔绝 两个草莓熊 你是草莓熊 你没用 打它 草莓熊 攻击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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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是好朋友 很好了 你说是好朋友 就是好朋友 像一般这种人是什么呢 就是小肚鸡肠 小肚鸡肠 然后呢 什么 就把你帽子捡了 你在说 我就把你帽子捡了 让大家看见你那光头 好大肚 什么心啊 给我看看 这么大肚 这点不斤斤计较 不是宰相那么死 头发判型的吗 蛇 眼镜蛇 什么小学鸡 我的头发真的 不要叫自己的名字 你们看硬邦邦的 硬得要命的 而且我今天后面马尾扎起来 它是打了个死结 给我扎起来 一大死结 然后在车上 用叔叔的剪 那个指甲剪 给剪断了 也不看谁给你弄的 你给我剪的呀 当时我当时都没想到 问叔叔一个问题 谢谢头发 谢谢头发 送我的什么玩意 我接到叔叔的那个 指甲剪的时候 我都在想叔叔 有没有剪过什么奇怪的东西 你在说什么 我刚才感谢没听见 就是 没事 你自己去感谢去吧 谢谢小头 谢谢你 就是我在想叔叔 有没有剪过奖职 我也在想这个 但是我刚才 我就说这样子 细细思索一下 叔叔竟然把它放在钥匙扣上 应该不会剪奖职下吧 我让我当时也细细思考一下 就那么几秒 我就想了一下 钥匙 就是它放到钥匙口的 应该是不会拿去剪脚指甲的 看到没想到一块去了 笑肚了 但还是太硬了 我的头发 我的头发不是绕了一圈 然后这样扎了一个马尾吗 中间那个圈圈是我自己头发绕 它是把我头发喷硬了 又发胶喷硬了之后 自己头发一丝不苟在我的头上 我的天 太可怕了 谢谢小开的夜里 好了跳过这个话题吧 怪恶心的 喝的柠檬茶 我今天还昨天晚上去接头发的 但是很烦 我这个刚刚痛我袜子 觉得脏 我的袜子脏 是你的脚脏 肯定是你的袜子脏 我的袜子干净了 我的丢丢的袜子 给你们看 我的袜子 是丢丢啊 对柠檬茶放酒就不好喝了 所以我 太甜了今天的 昨天没有太酸了 今天又太甜了 就很没有味道 我这个不酸 那是没有那个好喝 今天就在甜饺 好可爱 好可爱 过了 在这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好可爱呦 丢丢丢丢丢丢丢把人可爱死了 丢丢刚睡醒 他不是还没睡 刚睡醒 起来起来给自己洗洗 这个柠檬茶没有我 给你们推荐的一个好喝 我给你们推荐的一个特别好 喝的人就上瘾你知道吧 这个自知真的有点为难我 谢谢你的业脸好吗 可以狂喝 一下一瓶一下就喝完了 谢谢 喝不到 嗯 我没有涂腮红哎 上瘾紧跟实事 我今天这个妆 我每次别人给我化妆 我都会变成以前的样子 太绿要少喝 为什么 因为会变绿吗 热搜 你烧热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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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说实话我看到了那个评论 我还以为是别人呢 怎么没有人唱实在唱什么 就是挺巧的 弹幕才对了 你呢 谢谢小弟送我的黄瓜 谢谢你的黄瓜 双Q 双Q 就是有一个评论 挺进行 其实我觉得还好 就是也没什么 你转个线改进你 对对对 快 猜我唱什么刚刚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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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猜我唱什么 什么 腾梗 不是 什么 周杰伦 大悲愁 你听不出来啊 怎么能听出来呢 你你你是不是 你你到底有没有听过大悲愁啊 听我啊 今天舅舅还放过啊 你没有觉得我大小眼 家人们有没有觉得我 我认识吗 我怎么可能认识 有点大小眼 还给我画的这大小眼 除了sh48的人 其他人我都不认识 对啊 小时候的睫毛就是搭了的 他本来 跟我这个双眼皮贴都没贴对称 我还自己贴了 所以我这边有两个双眼皮贴 我自己调整一下好一点 但是我这边拍照 拍摄一直是一个不对称的双眼皮 所以说相机拍出来高清就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手机拍出来称的什么 就是说日称 你这也相信 谢谢小薇送我说话 你怎么认识谁都行是吧 谢谢这位小薇 人有时候要靓丽而行 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知 老板小薇 好 你看我这个头发 我真的要去洗头了 我今天发现这边脸变好看了 谢谢你 你看我都是这边脸好看 谢谢你 谢谢 因为我这帽子太往下搭了 再往上就那个了 谢谢圈姐的大安娜 谢谢你的小猫 谢谢你 都好看的 景天评论我当然回复了 我是什么人啊 架子这么大 你是什么人 景天为什么要评论你 如果说评论的话 你们俩就合作拍电影 还不能幻想一下 他的微博应该都是staff在用吧 人家也会自己发自拍的好不好 什么意思 他会景天会看微博评论和私信吗 说不定 你会看吗 你会看人家就会看 我不看 我说评论啊 稍微看看吧 景天会回复评论 那我去给他评论 算了 我也不是他的甜粉 他只会回复自己熟悉的粉丝吧 他应该是工作室在管吧 没有我没有私信过任何人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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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就是说以前的事情不必再提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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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成熟我年轻的时候 年少心狂年少不知 年纪少的时候有病 什么事 什么时候得的病 我怎么不知道 我给人家发私信说完爆料 人家是谁 那个人还毁我 人家是谁 他是不是现在已经不在了 就是不在这个网络上了 不在这个圈子里了 网红吗还是明星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能说吗 能说这个名字吗 在 还在 评论都在说他的名字 谁啊 不认识 中国第一狗仔 我给大家说我要爆料 我要爆大料 他给我回了一个好 你说谁就料 然后我说 我是李珍的老婆 没回过我了 也没有遗毒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 不懂事 估计他觉得我真有料吧 可能他们这种 就是 因为他这个 就是干这行的嘛 肯定什么料都要就是 都要回 我想万一真有料 谢谢为一本笨狗的夜店 我明天 哎呀好酸啊 不用早起 但我明天想去上课 明天要去录音 又忘记了 又忘了 老是忘记 明天还是 谢谢 小拉拉送我大饼 看情况吧 如果说能出去 就去上课 谢谢 你的大大饼 不能出去就算了 给人画饼 我还没说什么录音 这个大幕为什么已经打出来了 你自己说的 我说没有 说是录什么呀 他们说录啥 那你这样我就不说出来了 所以说已经有人说 top16了 肯定有人说的 这样的吗 我还在保密呢 这能说的吗 公司说了 这里 公司不是早公开了 你打开口袋 你看他上面的画面不就是十周年吗 这样的 对啊 对不起 我上试之后了 好 谢谢小屎的大饼 谢谢你的饼饼 谢谢 谢谢 把人弄到小家 送我的夜碟 谢谢你的夜碟 因为这次有家 对 是的 陆陆续续都在录 我这次要跳一个 洗个鼻涕 嗯 现在也没在吵啊 你嘴角还想咬啥 别咬细管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咬细管 买细管回来不就是要咬的吗 说实话我没得选 大家 没办法 嗯 嗯不行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这个头这个样子是拍不了抖音 然后 就只有两首歌让我选一个 位置 不是就是两首歌 什么都给谁合作 然后让我就是说两首别人的C 让我选这两首歌 拍吃火锅的抖音 这两首歌都不是适合我的 没洗头 我等会去洗头 能说是解决曲吗 再多说点 多说点干脆跳什么直接说出去 明天录什么说 说吧别客气 别跟我客气啊 反正我都知道 哎反正你们别想那么好就是了 让我换个蛋了 谢谢海风西安全帐 谢谢你 你直接告诉他得了 哈哈 反正没有适合我的可以选了 睫毛怎么染 能染也不想染 主要是大家浅浅接受了吧 我们队有云工压不是官宣了吗 差点看着十几块 怎么你们又知道了 六月班中心目又知道了 对啊 你跟我说的 对啊 就是说你们怎么都知道 都比成员知道的要多了 大家知道什么消息 能不能先告诉我一下 我怎么都不知道 因为你们群里面没说呀 你又没开会 下次大家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 能不能先告诉我一下 搞得好像我不是成员一样 叶总说你自己不来开会 还搞得不是你 搞得像他们住在生活生活信仰 谢谢 饺子炭酸炭酸水 送我的那个全场 谢谢这位和尚送了全场 谢谢你 小和尚 不知道真班假班 之前说是四月 那我们新房间装不装了 不装了呀 六月班还装个屁股新房间 那怎么办 那个房间怎么办呢 潜睡一下呗 潜住一下呗 可是我们那个新房间 墙都是裂的 那就铺个地毯吧 铺个地 那个那个地 那个泡沫板 嗯 他墙都是裂开的 我们就不睡墙那边呗 贴墙纸 贴墙纸可贵了 家人 嗯 嗯 对简单整整得了 嗯 不知道会不会花笔 谁知道呢 不知道哎 别搬了 那我还是求爷爷告奶奶 不然是一开始说是四月 后来说是五月 赶你搬吧 我真受不了 去年说前年说去年去年说今年 不是还在长蘑菇哎那是我造谣的了 长蘑菇有点夸张了 听说在装修了 发霉 那就前前买个窗帘吧 嗯 你买 嗯 嗯 谢谢我又没看到 谢谢多拉行军床搬进去 谢谢 不至于吧 买个行军床搬进去 我们是什么 就是 我俩是吗 嗯 他说买个行军床搬进去 就行军床你知道什么吗 我咋知道 就是那个小床啊 那你买吧 那个铁板搬床 你买然后你去吃 我们俩是麻辣女兵 我不是麻辣女兵 那你是什么 你不回答我 我不知道啊 我用表情回答你了 看不见你的表情 小丢是麻辣女兵 小丢 现在小丢不是麻辣女兵 小丢像个富婆也 我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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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不开心啊 你现在看上去不像开心的样子 哎干嘛 看到没 买脸不开心 没有不开心 你都不开心 我猜测 你为什么不开心 因为你肯定是看到弹幕说了什么不好的 没有啊 弹幕早就伤害不到我了 谢谢多大心仔的业脸 谢谢 那就是我说什么不好的 没有啊跟你没关系 那就是弹幕说了什么不好 弹幕就没发什么呀 你看 你看 买个帐篷 买个帐篷让我想起那个寄生虫里面 那个 他那个儿子想要睡帐篷里面 那寄生虫他们 那个 跟你们没关系 主角一家 他们还是睡半地下室 还有一个小窗户 我们都没有 看 我很开心啊 怎么会觉得我不开心呢 呀小金下床了 啾啾 啾啾啾 我没事 真没事 谢谢小金是我的皇冠 谢谢小金的皇冠 谢谢你的皇冠 快到12点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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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丢他不想我吧 谁在尖叫吓死我 我好像有件事情想说 但是我现在忘了怎么办 哎我们 嗯 不是说没有公演了要玩点什么 拍点什么东西吗 对啊 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个 什么 就是直播 24小时 放过我行不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太难了 就人有点丑 真会想啊你 没想出来有什么好玩的 嗯 互相化妆 可以 段璇玩过 我之前看成员玩过 就是别的成员玩过 他让那个没拍 对了 但是他不去 可以拍也不去吧 我就觉得 他也没有隐私了 直播可以 就比如说我想干什么事情 然后我要是我突然忘了 那自己 就直播出去了 是吧 可以可以 哎我们可以直播 怎么直播 谁剪辑啊 你直接直播就不用剪了 哈哈哈哈 那有什么意思 你说那个互相化妆 要不要直接直播 就不拍vlog了 拍vlog还有剪 直播的话就直接就是 大家还有参与感 怎么样 然后大家说给你画什么 我就给你画什么 哎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一起拍互相化妆的视频 说过去年的时候 你忘记了 去年的时候我们 去年是哪个年 哪一年 还是早就说过了 行啊行 可以啊 你忘记了 那什么时候呢 你忘记了 你什么时候那个直播呢 我都是我倒是都挺有空的 你忘记了 没忘 你刚就忘记了 你刚刚说 什么时候说的 我只是想要滚固一下 毕竟我是可以说出解几号的 你不一定能说出来 我们说了不止一次 真的假的 忘记了就忘记了 我怎么敢 怎么可能 那这样吧 我蒙眼给你化妆 那我也蒙眼给你化妆 可以吧 不可以 为什么不行啊 因为我要漂亮 你自己知道要漂亮 前年你给我化妆的时候 你还给我化妆 你还给我化妆 我都没给你化了 前年 什么时候弥补给我 那你也没有想提出你要给我化呀 我当时就是问你啊 但是当时我跟你不太熟 不好意思 真假的 那 这都记得 这都记得 我们不熟吗 其实也不是不熟的 还好吧 我还化成金角大王没有吧 给我化了一个你自己的妆 挺好看的 嗯 对啊 20年的时候 是20年吗 是20年 忘记了 我都忘记化的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俩现在的妆有区别吗 有区别啊 区别不是很大吧 没有以前的区别那么大 区别很大吧 区别很大吧 还好吧 嗯 嗯 他暗恋我 嗯 不知道咯 少造谣 看打人了 我眼泪了 丢丢妈妈哭了 互换身份 互换身份是什么东西啊 可以啊 现在就互换身份吧 什么叫互换身份吧 周世宇 干嘛 哈哈 我什么说什么 啊 周世宇 王毅 周世宇 王毅你干什么 周世宇 那个谁啊 那个 王毅他又欺负我了 周世宇 周世宇又欺负我了 我应该叫你什么吗 我应该叫你周世宇 对啊 不对啊 周世宇 我什么时候 我什么时候 我打你 你 我才是要这样打你吗 我哪什么时候这么打你过 你 我认的是王毅 对啊 王毅什么时候又打过你啊 王毅什么时候又打过你啊 周世宇 你 你 我想家了 什么时候 你怎么说吧 我想妈妈了 然后重拾晶片动作 找块布 哈哈 什么 好我现在就是这么直播的 怎么了 捏布怎么了 我不捏这种布 你找错料子了 哎呀 我不捏难受 什么都行 我就要捏 找错料子 不捏不捏这个毛线料 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 这多久之前的事了 你还给我扯了 这这 哎好吧 哎我这是我三岁时候的事了 你不是三岁 你昨天还在干这个事情 只是三岁研制到今而已 去帮我拿个冰淇淋 去 叫我爸爸 王毅快去 叫我爸爸 快去帮我拿个冰淇淋 对吗你拿 你是谁啊 我从来不去啊 哪一次没有睡觉谁到 有人 有哪一次没有睡觉谁到 你自己摸着两个心说 很多次 狗屁 哪一次 看到没打人了 看到没有 模仿的没错吧 我让你每次我让你拿东西你才是 好不好 我说上次有两次 你不要拿 别再说 害得我 害得我发脾气 那你 知道我发脾气了才去拿 然后过一回 你要说吗 你要说的话 我这样说那东西是什么 搞得你好像不用似的 大家都用这个一个东西 真搞笑 我只不让他等一等 我让他等一等 又不是不给他拿 我只要他等一下 一个小时 但是你不穿 还要笑 真的我真有时候让他去帮我干一点什么事情 他要弄脱了一个小时 然后我真生气了 然后他就说 哎呀我不是给你去拿了吗 什么什么 你等我一下会怎么样 我不是说了我在试衣服吗 对呀人家就是这么没穿裤子呢 那天说等我一下 我想哎呦什么时候这么积极了 说等一下让我穿好衣服 穿好裤子 就去 太激愁了王爷 过一会 王爷 我这声奇怪吗 奇怪吗 怎么了我今天呀 有没有看 听到一个小猫爬屎的声音 打扫卫生子在 真很乌 对他拖延症很厉害 乌鱼死啦 后面半句怎么唱 小丢真行哦 他的关系是他不在跑猫杀 跑那个边边上根本就没有猫杀 你看人家是模仿的好好 我现在是王毅 王毅什么时候这样了 就是你本人 不准翻白眼 翻回来 哈哈哈哈 那我想想你还有什么奇葩的事情 什么叫奇葩的事情 那你有奇葩的事情 周世宇奇葩事情有什么 怎么现在想不到我记忆不好我记性不好 谁啊是谁的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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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好谢谢你 谢谢你的皇冠 谢谢你 谢谢谢谢 姐姐出来了 嗨 姐姐 嗨 球眼熟 来来来 嗯 对我要扯你耳朵 你今天扯我耳朵 就扯你耳朵 昨天也扯我耳朵 今天也扯了 老是扯我耳朵 害得我耳朵老觉得自己耳朵要掉 对 每次他说我会把你的脑子卷出 你快扯我耳朵 不要卷了 我的脑子都出来了 真的因为我以前小时候上学的时候经常被老师扯这个耳朵 你说是你妈今天扯你耳朵 没有是老师 你说你妈扯你耳朵 把你耳朵扯了越来越大 然后你不要你妈这个耳朵 老师跟我妈都扯 所以你妈就问你为什么让我扯耳朵 哎呦可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没有是我 我妈是日常瞎扯扯 我老师是真的就是扯 我以前老是留着个长指甲戳我的脑袋 脑袋 然后把我这边给戳破了 好可怕 你为什么互相化妆啊 你想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啊 我都说了我都有空啊 那就看我们俩哪天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星期好吧 就这几天吧 哈哈哈 要不等到公演那天的时候 那也不是 因为没公演吗 这周 你是说要等到有公演的时候化妆 不是 我是说等到这周 本来应该该开公演的时间 嗯 因为大家不是习惯那个时间看公演吗 那我们俩不是一个对的呀 嗯 这样吧我下午怕你买这话行吧 嗯 这样吧 13号啊我生日公演那天 大方面啊那我就是我去你生日公演 哈哈哈 那你给我念方线 嗯 嗯 两个联合公演 嗯 嗯 那我们就是全身就是真是太难了 都是联合公演 嗯 哎呀玩基本杀 昨天没完 有人说帽子是alb的 确实啊挺像的 但是它是malb的 是吧 是malb吧 我老是把这个 这个字母念反 嗯 可是每次玩基本杀 有些太久了 不是alb的 alb是不会出这样的 刚开始看的时候还觉得挺好玩的 玩着玩着就没意思 谁懂 如果你这个本子选的不好 就更没意思 要不要玩了 基本杀 也可以玩了 但是找不到人玩啊 找到在摇 就心里摇人 老是请人家来我们房间玩 这个基本杀 要打造房间 看房间挺干净的 但是人多了就会很乱 我们自己组织了 让他们让别人来我们房间玩 我们房间都没有什么客人 谢谢小蛋糕做我的成章 谢谢小蛋糕 谢谢小蛋糕的成章 其实头发很绿 谢谢小蛋糕 为什么不叫不带王毅去N队玩 因为王毅设口 他不想去 对我还真不 我不喜欢去找别人玩 就是不熟 我说了呀我说我们自己自己在找人吗 他们应该已经组织好了 结果我不去了 嗯 早就没赶上 昨天我去接头发了 他们都玩玩了 对本来 你要开一个本子的话 开完之后肯定要玩一两个小时才能结束 他们那么多人的话 一般应该两个小时吧 找耶耶 本来是想找什么样的是吧 对 本来找他玩的 但是我们 但是木耀 没事啊 装一波 因为今天拍的太晚了 就不想玩了 谢谢星期二的皇冠 谢谢你 谢谢你的皇冠 玩四五个小时就太夸张了吧 不想要那么多人玩 那么多人玩 没事 我就是在那里 我在演戏 找一个 四五人 这种五个人左右的 谢谢小两送我的皇冠 谢谢小两 谢谢小两的皇冠 没事 大家都太忙了 你看我 我们本来打算今天晚上玩的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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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结果就是 我们今天拍照拍太久了 谢谢 GSG 范佩希 就感觉好像一个就是 一折 谢谢你的皇冠 谢谢你 再说吧 小屁 谢谢你 谢谢你的皇冠 谢谢 谢谢你哦 谢谢 本来还叫了苏珊珊一起的 对 但是今天 她累了不想玩 我昨天看到小高了 看到高血液了 就是说太久没见了 一整个没认出来 但苏珊珊是捣乱的 怎么捣乱 她玩一个 这种游戏她很捣乱的 像你这样不聪明的人 你就会被带骗的 谢谢 那就找她来玩呗 A-L-O-H-A送我的皇冠 谢谢小A送我的皇冠 谢谢你 双Q双Q双Q 双Q 谢谢你的皇冠 我还没有跟苏珊珊玩过 谢谢你 双Q双Q 找双Q双Q双Q 那估计房间里面就三个人 谢谢 周旭双Q双Q 没了 哇那可不值 谢谢 拉西西子 谢谢这位小A 谢谢这位小A 做我的这个权兆 谢谢小A 谢谢你 谢谢 找乃 找乃帮 吓死吧 舒珊珊还演一个异想症 她的角色是一个异想症 她演的唯面唯笑 哎呦 这鼻子太忙了 明天玩 明天要录音啊 明天我要高歌 呀啦啦搜 那就是心脏 多几个人就太久了 不想玩那么长的时间 想要短暂的玩意玩 太久就没有耐心 对不对 冰淇淋 我刚刚谁被叔叔说了 这样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 嗯 确实挺绿的 我再给你们画饼 哎呦这个 然后到时候一个都不对线是吧 老人杀 王毅不喜欢玩老人杀 对 非常讨厌 因为我不会玩 干嘛啊 跟你们说上次王毅要玩老人杀哭了 在房间 在房间里大哭 因为他们 他们公演要玩老人杀 在房间里不好哭 我说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怎么了小姨 怎么在这里狂酷啊 眼里刮花刮流 她说我们要玩老人杀 因为我不会玩 然后以前浅玩过一次 当时被骂的可厉害了 就是我其实不明白啊 其实 大家就是在玩游戏 只是在玩游戏而已 你为什么连玩个游戏你都要骂呢 其实也不是人玻璃心啊 就是觉得有点小时候 留下的阴影 所以我后来一个话都没说 一句话也没说 我也不会玩老人杀 因为我 其实我也不是说 不会玩才哭或者怎么样 主要是让我一个人 在就是 在这里有理有据的 在这边说话 然后瞎扯 我没很难你知道吗 我上次好厉害 我每次玩狼人杀 我都 我会紧 我会特别紧张 因为我 人家叫我的话 说实话就是 实在没有人了 我去凑数 我真不会 我就不听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 上次玩狼人杀 也不是 然后我一出车 老人 然后三个狼人 我就记得有一个是Kona 他对我这样子 我当狼人 他对我这样 没有是这样 这样还是这样 好像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手 什么意思 什么精水 银水 什么水 他干嘛 我可以和小琴一起 但是小琴他有自己的风格 我不可能就是跟他一样 他很可爱嘛 他就是在那里画画画 我完全不会玩 他就是说的 就是也没关系 但我 我不是 我不一样 我不是 但我之前玩那个 跟他们玩那个 就是 谢谢娃娃送我的 猫猫 谢谢娃娃的猫猫 对 就是本质 我什么游戏都不爱玩 当然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全队 也不是说 太多了 记不住 这个玩意 但刚好当时就是抽签嘛 我就抽到了 我就没玩了 之前跟我们队的人 基本上是杀 排练的时候我是玩的 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排练我 就是单纯排练的时候玩 我都会压力很大 所以我就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 我就是玩的那个白狼王 这个本子 是吧 剩下这个本子吗 反正就玩这个白狼王 对我们排练还排了这个呢 还有就是什么 当时我记得张询云 他压力也很大 因为他也不会 就是你可以 然后呢 就是他 跳狼什么的 就是他要主持 就是要说这个嘛 后来他 这个信念 就是也挺 也挺 心态也挺差的 说我是伴猪吃拉糊 对对对 再也哭了 就是下台就哭了 他还被骂了 这怎么说呢 因为我虽然不会玩 但是我就有一个 就是说迷惑性 正常 就是我早就知道了 如果说 那什么的话 就是会 就是会被骂 但我真的不用滑水 我只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什么叫河粉 真坏 你怎么一下子就是 整的大家都 那个了 不不 少在这儿 那个就是 那个什么 到时候一个截图 王毅带领粉丝 说这些话 我觉得 男人杀也没什么特别好玩 这本杀 之前跟他们 出去玩过一块记得吧 嗯 出去玩过一次 剧本杀 对 也跟我玩傻的 我到后面就一直在挂机 这本杀我喜欢就是跟大家就是在房间里面玩或者说随便玩玩那种 我们可以一起玩海龟汤 海龟汤还是啥好玩的 我觉得海龟汤好好玩 我就瞎想 瞎想一些故事 我觉得好好玩 打嗝了 我又打嗝了 但是我玩的都太多了 这蛮密室逃脱 挺好玩 但是密室逃脱玩一次好贵 而且现在疫情期间还是不好 不好出去玩吧 谢谢奶孙送我的全 一定要说线下游戏的话就是海龟汤不错 挺好玩的 希望能出一个这样子的那个 就是搞的真实一点 然后你去猜 直播一起看电影怎么样 哎怎么样 直播一起看电影会不会太无聊了 你到底是照直播呢还是照你自己呢 我觉得可以玩游戏 可以放到后面啊 这样这个电影和我都能找到 那你看到什么了呢 我们就 你看什么呢我就想问 我看电影啊 那你不跟他们互动了 大家沉浸时看电影怎么了 我想说什么 我说可以玩那个 我昨天晚上想到我们可以把 我们看那个港鬼给玩了 你玩 就是我在开直播之前 我先自己玩一下 先把自己吓到吓麻了 然后再玩 不然我肯定会骂人的 我怕我承受不住 我倒是不会骂人 但是我承受不住 是吧 我可以先把自己就是内心炼成一个钢铁星 我们可以看恐怖电影啊 这样他们就可以看我们的那个 难道你 反应你是这个意思吗 嗯 这样不是很有意思吗 不是老是有人做这种 那可以看我看过的可不可以 不可以 你就要作弊 咒怨行不行 谢谢小夏 我的皇冠 谢谢小夏的皇冠 谢谢你 小夏 谢谢 谢谢你 对 因为我觉得不恐怖 所以我去想看 对 一点不恐怖 就是 其实就是说 它里面的鬼都不恐怖 我们可以玩switch 但是没有switch 因为我们俩人switch都放假里 嗯 他们说不要恐怖片 有些人害怕 那我玩恐怖游戏不也是一样的吗 你不也害怕吗 恐怖游戏比恐怖片还可怕 恐怖片 对 恐怖片你还可以无眼睛 装作不听不看不知道 你这个游戏 你就必须得看着它玩 游戏的话就是那种 你一直都是紧绷状态 你不知道这个鬼什么时候出现 但是那个恐怖电影的话 它是会提前告诉你 就会先放一些恐怖的音乐 让你先提前感受一下 马上鬼要来了 我胆小 但我不是小猪 我胆子确实很小 我是小小小小小胆子 就这么小 就多小 这么小一个小胆子 不禁吓的 那你别玩了 对啊 我本来就不想玩了 到时候 你总不能让我玩吧 这样我就不敢去洗澡了 不敢去洗澡 我开什么 在旁边看着你洗澡 那我更恐怖了 而且晚上睡觉 我会一直在想 这些事情 我睡不着 我不是人啊 你倒是 我在旁边 我只是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怎么可能会真的去看别人洗澡呢 我是这种人吗 我又不是丢丢 你到时候让丢丢陪你洗 什么叫是啊 我真不是这种人 我是怎么会给大家一个这样的印象的呢 确实啊 你一直都是这种形象出现的 啊 怎么可能 我什么时候这样子看 什么时候这样啊 是不是 这个饼变化越大了 什么饼 我们这个 是你在化吗 我没化 你也在化 我硬喝了两身 狗屁 我们可以玩森探久久 又化了一个饼 玩游戏可以不用化妆 没事吧 还是化吧 以前我们玩游戏都不化妆的 怎么了 所以说留下了很多丑的那种直播 怎么了 现在 现在就是包袱中了是吧 以前我们俩都头都不行 装也不化 戴个眼镜 戴个睡衣 我现在包袱也不中了 其实 你现在包袱还不中 让我说一些实话吗 素颜素颜好奶奶奶的 是吧 还有什么饼可以给我化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好玩呢 大声音乐都不聊 而且不知道玩到什么时候才尽头 Uno Uno我们玩过 嗯 还是我非要玩 那个时候好像略微的 就是被说无聊 就是我自己也觉得挺无聊 玩 做饭 可是我们房间没有厨房 什么 房间没有厨房 那个 那个什么厨房 是吗 是那个厨房吗 但是我没有switch 我过我过有什么可看的 几个菜扔进去就没了 他就想看你扔的过程 OK 可是我们 好分手厨房 房间太小了 就是 播出来感觉很客战 我以前还跟什么要一起做个布丁呢 结果做出来一个鸡蛋跟甜的 哈哈 用我们的小锅钱录一手 哈哈 二十四小时 嗯 哈哈 他说小阿兽二十四小时时播 提前说一下我好睡个宝觉的 那现在 你确定 不确定 哈哈 嗯 二十四小时直播 他们睡觉怎么办 万一睡觉的时候 我们可以 也不要二十四小时吧 六小时怎么样 那都已经 二十四小时真的 你说万一睡觉的时候 做出什么不雅的举动怎么办 啊 还要拍睡觉啊 能不能就拍那个 万一说过话怎么办 万一醒来的时候忘记怎么办 万一万一脱衣服怎么办 对啊 有人睡觉热了吧 一脱衣服怎么办 对啊 谁这样子一睡着的时候 会干什么事 对啊 而且 我挺大 万一你睡着的时候 有人有癖好 你知道吗 什么癖好 那个天文 喜欢把手翻撒一下嘴里 哦哦 对 这个人有癖好 喜欢睡觉的时候吃东西 就 嗯 也不知道在瞧什么 不知道 真是造谣 二十四小时什么 还有这个 睡着 那就是我要长个子了 那就是我要长高了 真的 那每一天晚上都要抽一下 这就睡觉也抽抽 我可怕 这就睡觉也抽抽 真的 而且 而且是绷直的 脚嘛 绷得直直的 然后 你别让我说你睡觉干什么吗 我睡觉的时候除了笑 也没什么事啊 我最恐怖的是 上一秒跟你讲话 下一秒 我说王一 然后人是眼睛闭着 你们这样多恐怖吗 还有 而且你睡觉的时候说梦话 不要再说什么 什么 你这个梦话可不能播出去 我说什么了 我说什么了 好像蛮怪的 我说什么了 我很好奇 你偷偷跟我说 要不想下次给你 你偷偷跟我说什么 什么梦话 什么 等一下告诉你 什么 到底不能播出的内容吗 可以播出吧 你说呀 一个小的帽子是一个敢扎着 哎呀 你别管他 你说 你说我不说 这个这个收音很好的 听我说 你要不要 不是 你好冰啊 你不是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其实你说了很长一场话 但是我都不记得了 为什么我说你这么多问号 我说你要不要你好冰啊 这这话有什么问题啊 其实他说很多很多话 说的是一个完整句 是故事 感觉他跟他在跟别人对话啊 那你可以说为什么不说呢 求你 我忘了 我忘了后面 那你前面是什么 你直接说吧 应该没什么事 真的吗 我怕是因为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故事 只是你在跟别人交流 你说你说说不定我记得起来 但是 但是只说一句话就很奇怪 你说呀 好吧 你说你非要我说的 你说不要 哦 我说不要 哦 就这样 而且你就是 算了 不要怎么了 就感觉 注意一下衣服 我领口都在这儿了 我注意什么衣服啊 还是说你让别人注意 而且感觉你做的是个恶魔 哦 但你 这个人做恶魔是说话 这个人做美吗 这个 感觉都蛮恐怖的 但我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 就是梦里没笑过 其实在梦里面 笑醒这件事情是非常快乐的 因为我人生当中 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笑醒 是因为我笑得太开心了 然后直接撞到了墙 就是这样 蹬一下 然后虽然头很痛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笑 然后我还在那里狂笑 然后笑完了之后呢 我又安静地睡一下 这是我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但是 如果你像旁边躺着一个睡着的 还在笑的人 真的这个体验不是很好 以前我姐姐也跟我说过 怪吓人的 而且她的笑声不是那种 像我们现在这样笑 她的笑声是那种 银铃般的笑声 知道平常并不会发出这种笑声 她只有做梦的时候 才有那种银铃般的笑声 不是现在只有笑声 是这样 好像有假笑似的 我肯定是 不是 你是那种 你那种银铃般的假笑 肯定没有这样过 真的好像 你要不就是开着那种 蜗牛睡眠还是什么的 这是不是可以录音的 我不知道 更害怕 本来想给她录音的 但是每次要等到她要掏手机来 毕竟 我忘了谁呢 我忘你 我试一下的时候在吊这个 机械舞 说实话 我不知道投壶是什么 你没玩过 投壶游戏啊 没玩过 就一个壶放的中间 你投一下 就这样 说出你的愿望 然后你投 这不跟那个学员 只丢硬币一样 你要让对方完成的愿望 这样 对啊 那没什么好玩的 没有什么想让你给我实现的愿望 嗯 我也没有 知否里面有投壶 人家是投那个剑 然后也不是许愿 人家是比赛 买房 哎呀 不要投这种不切实际的 好吧 就是她完成不了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让她给我做完成 突然想到 你还插我一个惩罚 什么惩罚 不记得 我视频为真 视频还没剪 那你也插我一个惩罚 我想起来 那你怎么还不剪 我已经剪辑完了 你怎么没剪辑 你还没到时候 就我们两个 那就没剪辑了 先以为我 这也没剪辑了 我也没有剪辑也没有剪辑 大家都没剪辑 那你年纪划 你还是没有剪辑 我也是可 我也是我 你现在在这种那个 我也是我 你年纪好 我也是我 你以为我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但是呢 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 不是 但是因为我们最后拍的不满意 对啊 那我也 我也完成了呀 你没有完成 我完成了 我剪了前面一部分 你不是说你惩罚没完成 对啊 那你的惩罚你也没完成啊 你完成了 你没有完成了 你没有完成了 对 我们完成了 你没完成 我完成了 你那个惩罚没完成 怎么有这么多惩罚啊 你输了两把你 都是你输的 能不能少搞一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有什么饼 可以给大家画画的 还有什么饼 这不是我的饼 家人们 什么时候发 说实话 这是个Vlog 这个网 B站Vlog没什么兴趣 其实人家B站流量很大的 你要为什么吗 因为我把我的B站号冲锋了 没有牛肉的牛肉面吗 因为之前在B站直播 他就已经 这个账号已经交过上交了 我B站也没什么东西 真没有光化饼 对现在啊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 我学习周识 也不是不能用的 只是对 我学习周识 不那么大 想想想 这个号也不是完全属于我了 王毅 帮我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腿 这是腿 随便按一下 哪 因为之前在B站开直播嘛 开直播的话 这个人完全没有再认真的言 这是我说出的 他平时对我的要求 我很认真 你平时怎么对我 我平时哪是这么对你的 你摸着良心说 摸着你的良心说 对啊 12小时全景直播 那我们先打扫房间 12小时什么顶直播 全景直播 全景直播 那我们先打扫房间 好累人啊 这个全景直播 联合发布 再说吧 对啊 12小时真的太长了 就再洗洗澡给自己 就6小时吧 6小时 直播打扫 不要了 人都累死了 就12小时 不不不不 就6小时吧 哎 这个怎么又开始 我又开始 我在画饼了 现在 对啊 我没画没画 6个小时 6个小时 可能还没睡醒 对啊 6个小时根本没睡醒 为什么一定要才睡觉呢 那你起来有啥事啊 如果说你要直播 你在中心的一天 在中心还能干嘛 吃饭 那睡午觉 看电视 睡午觉 睡6小时 对啊 要不能带你们出事 在中心也没什么可干的事 排列嘛 你们也不能看 对啊 那只能在房间待着了 在房间待着 只能吃饭睡觉 看电视 谁的夜店又没看到 玩游戏 玩游戏 两只小蜜蜂呀 飞到花童中呀 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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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现在不怎么做饭 因为做饭 有点麻烦 谢谢冷漠无心人的夜店 或者我都打嗝了 丢丢的以前 丢的一天 丢的两好呀 什么什么什么好呀 这边是在上厕所 真心话大冒险 石头剪子布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48小时 这日子不要过了 家人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大冒险吧 真心话吧 真心话 这家在干嘛呀 真心话有什么可问的呢 有时候我觉得一觉醒来 哇 我家里有这个毛毛的小东西 我的天哪 小毛毛的毛手手的妈妈 哎呦 就觉得很神奇 娘家不是吗 但是如果直播这么长时间的话 就要很注意形象 有没有嫌弃过室友 说实话都不用问我 你都知道 干什么 有没有嫌弃过室友 我现在是网易 你管我 你就是室友 现在已经换了游戏 有没有嫌弃过室友 有 再来 石头剪子布 哎你换出 耍赖 石头剪子布 好了我了 你大冒险真心话 真心话 谁高兴大冒险 真心话 他肯定也没什么想问的 银行卡密码是什么好问的 银行卡密码我说出来那不是就是那个什么了 哪个什么 这是你问我最新话哪个什么 没有 这是看大漠 嗯 什么哪个什么 对啊 你就自己在问我 你问我哪个什么 我就说哪个什么 嗯 因为是我知道你的密码 嗯 你也知道我的呀 对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 要点外卖 对 点外卖 付款麻烦 没什么想问的 想过绝交吗 这有什么好问的 想过跟你绝交吗 我没问 那我不回答了 嗯 我的 喜欢我的三个优点 啊 说出我的十个优点 什么叫喜欢你的三个优点 就是你喜欢我身上什么优点 哦 又是你问的 嗯 好行 喜欢你身上的三个优点 啊 瘦 好看 还在乎演艺 皮肤白 皮肤嫩 可以吧 紧些 嗯 身材很瘦 再来一句 玩不 玩得起不 石头剪子不 哎又是我输 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每次都剪刀 我刚刚前面出了剪刀 嗯 你刚刚你问我什么问题啊 这 我问你有没有嫌疑过室友 嗯 问你什么呢 嗯 嗯 这 衝印象没什么好玩的 衝印象是没什么 因为他皮肤很好 就是这个皮肤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皮肤 是不 因为老有人 我说个瘦 哎 有人说啊 哪个瘦呀 特地解释一下 最讨厌我什么 可我这 我干嘛 问这 我给自己挖坑 有没有想个话 室友 你有没有吧 有没有想个话 室友 嗯 嗯 没有 好 再来一把 石头剪子不 哎呀 我怎么又出了尘头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家人们 家人们 他是不是故意输给我 他是不是给我下套的 那你让我一下 石头剪子不 哎 你自己老是不 对啊 我一直在出不 我就没有换过 我一直出了是不 从第一把到现在 我第一把出不 他出剪刀 然后他石头我不 他石头我又不 他又剪刀 我又不 对我赢了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真心话 嗯 参考一下 有没有人说说什么问题 嗯 大冒险 就是不知道 对方会说出一些 什么事情 让我就是不想做 烂漫 主要是 突然有人问 目标是什么 采访吗 嗯 速问 详细看看吧 快点 嗯 呃 就这个人每每每去睡觉了 今天早上起来就就给我们小宝可死了冲去厕所喝那个厕所拖鞋里的水 赶紧给我宝宝 赶紧给我宝宝造了一一桶水 出印象这我也知道他对我的出印象 他出印象可没错 洗澡的口鞋里面我沉着水 他太渴了忘记给他水了睡了一觉起来没水了 我们这就特别爱喝 因为我没水喝还受不了 因为我什么你不行你嫌弃我 哈哈哈 为什么嫌弃你啊 嗯 你下次不知道说哪个原因啊 还有挺多 嗯 嗯 没说吗 能说啊为什么不能说 头臭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倒是能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啊 好啊 下一个问题 我有说出王毅嫌弃周氏里的什么 大叔我每天都洗头的 就是人的身体 就是人的红了 没有脸了没有脸 我很香好不好 你现在点香味都没有 那你闻我现在 这不是那边的味道吗 不对 这是不是那边拍摄的那边的味道吗 这是我2000块钱的香水味 2000块钱的香水 这样怎么还偷偷喷香水 我今天说我要偷喷 怎么了 今天掉的那个不是衣服 是我的天使衫 我忘记车回来了 我就 哎你今天这个是不是姓拆的 嗯 然后我一样就说 对啊我就说 你不是穿的 我当时现在在小 我说你不是穿了个短袖 然后下去拿了个外套 你说哎我没有穿外套 结果是 结果是你们 因为我今天太着急出门了 然后我没有拆快递 我没有拆快递 然后我就说那我穿个T恤下去 然后我等会直接套一下我就走了 然后晚上你别跟我说话了 我快都来不及拆了 然后我就先下去了 我就穿了个短袖 然后那个短袖呢 我觉得它不香 我就喷了点香水 然后今天穿一本说说 帮我拿一下裤子 我说你裤子不在这吗 然后我说你的外套呢 我因为我以为他下去拿了个外套 结果他身上穿的只是他下去拿了个外套 他里面那份没穿 完全忘记了 天哪 损失的一件黑色T恤衫 你怎么不喝那个 喝哪个 泡我送你的那个香水 喝你什么香水 哦哦 那个怎么不怕 最近一直在喷啊 只是今天突然想他们那个两千块的 谢谢耳贝纳琳 谢谢这位耳贝 耳贝纳琳送我的 黄冠谢谢你小耳 谢谢你小耳 谢谢你送了黄冠 太无语了 谢谢你 谢谢你大黄冠 双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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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耳贝 什么香水 我以为你还没你没喷过呢 我早就喷了多少次了 是假的 我怎么一次都没喷过 你怎么点香味了没有 那是因为我睡前不喷香水啊 那你平常也没有见你有多香啊 因为我平常不爱喷香水啊 那你说你经常喷 就是去公演的时候喷 去公演的时候为什么喷香水 因为 媚粉 开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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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现在解释解释不清了 嗯 我妹上我还是解释一下啊 公演离大家离的还是很远的 我就是闻着自己香而已 因为公演的时候 公演的时候那边味道比较大 水的味道比较大 就是大家的汗水 我有点受不了 所以我会喷脸香水 不解释的 谢谢 一周给爷爷去旅行送我的夜碟 谢谢你的夜碟 谢谢 我喝这个怎么了 嗯 再玩一句 再玩最后一句吧 怎么样 嗯 然后我们就去吃饭了 石头剪子布 又是布 要不要让让你 你刚让我一会 嗯 石头剪子布 因为想我还没出过布 我就想出布 你是不是还没出过剪刀 我除了布扎也没出过 好吧那又变成我自己 早上不让你了 再重新来一次 干嘛那等我再来一句 来来来 石头剪子 我又是拳头 我永远的出步 来吧大的 大的 有什么大的 来个刺激的 有什么东西刺激的 用个狠的 有什么狠 谢谢一丢丢送我的全账 谢谢一丢丢 双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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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狠的就这样 想不出来 最怕谁 这有什么好闻的 要不当冒险吧 我要这进化 大冒险玩不起 你肯定又是去走廊 喊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这样嘛 说出三件 我让你最感动的事情 我劝你思考的时间不要太久 三件让我最感动的事情 好吧想起来了 但是三件有点多 你要是说这句话 不然你要是不说这句话 也就算了 你既然说这句话 你必须说出来五件 五件 你哪有那个 来吧 那个的 说一个掰一个手指头 就是我生气的时候 你不生气 可以吧 就算一个 什么叫你生气的时候 那我不生气 就是我生气的时候 你会问我为什么生气了 是吧 当然我也会问你 说的也没说 就是我我问你的时候 就我我发疯 不是也不是 就是我发飙的时候 周朱宇会非常冷静 沉着安慰你 嗯嗯 怎么让我自己说了 对 嗯 嗯嗯 然后呢 嗯 谢谢不年轻的年轻人的夜店 谢谢 然后 你来说重新定义感动 什么叫重新定义感动 说明你说的事不感动 挺感动的呀 我不是还跟你说过吗 但是你没说好 说的感觉就是说出来不感动 那我这我也不好说啊 好吧 那你说下一个 下一个 嗯 下一个帮我点点饭的时候 嗯 他们说手写信 他们说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看到了 如果我说了这句话 马上就有人说你看大幕了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这个不算 啊这不算了 嗯 嗯 不用打冒险 我说得出来 啊真要说五个 嗯 啊 快点人都困了 三点多了 还有一个 你一下让我说特别感动的事 那陪我睡觉 就是我说你要睡觉了 然后我说你别睡了 不过 你就 哎 嗯 就是那种 我说你能不能先别睡了 陪我聊聊天 有吧 算吧 三个了 还有两个 他说哎 这个人这个话说的就是第一件事 我来给他重新叙述一些 他这个表达能力太差 第一件事就是他有时候特别心 因为他这个人老是情绪不太好 有时候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我就会非常镇定 冷静 沉着的安抚他 就是这样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呃 因为他老是起不来床 我给他点饭 第三件事就是 他有时候晚上星期不好 或者干什么的时候 他就想让我别睡觉 跟大家聊会天 就是这样 好吧 我是翻译 这人最后变成我自己夸自己了 没有啊 这也是我举举出来的说的例子 第四件 第四件 你表述好一点 不然人家都打问号 第四件就是会帮我买买 买东西 你能勉强算吗 你自己都忘了是不是给我买过什么 我有那么神经大条吗 然后 我都怀疑了 哦 还有一个 但是不是这个医院 就是帮我预约医院 但是不是这个 不是你们那个 好了 说完了 因为王毅是个小笨蛋 他不会 因为我自己约不着 约不着 约不 约不着 然后呢 他就是 他帮我预约的 就是帮我 帮我预约的是下午的 因为我根本起不来 我每次 我自己预约了大概很多次 反正每次都没预约着 好了 再来一句 再来一句 再来一句好吧 石头剪姿布 石头剪姿布 啊 能不能你说 能不能你说 再给你一次机会 石头剪姿布 啊 我出了布 我就是输不了 我怎么 再来一句 石头剪姿布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我连 我连挂这么多句 我不信 就算我输好了 都算我输 但是我一定要赢过你 石头剪姿布 怎么会这样 石头剪姿布 啊 终于赢了 叔叔啊 我自己能猜到你会出什么 我会啊 我会出什么 嗯 所以我才赢的 因为我已经掌握你的规律了 因为你一般第一个出石头 第二个你觉得自己说 你一定会出剪刀 我都猜到了 这不是机会的时间 这是我自己猜的 我好无缘 你应该也没什么想问我的了吧 嗯 那我就问你 刚才的问题一样 不行 小心点 这都没意思 嗯 其实没什么想问的 真想赢 就这个 他们说就这个挺好 讲七个 神经病 不行不行 换一个问题 那就讲六个 六是我的心 我要让你的 你我们换个新问题 就这个 看点有意思 这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他们都觉得很有意思 你觉得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想知道 因为我平时问你 你都不回我 什么 你还都说没意思换一个 一边有意思 一边没意思 打起来 打起来 又有人说有意思 他说没意思 他们说我造谣 我没造谣 说六个 真要是六个吗 那就六个吗 六个是我的幸福 但这你刚刚说 六月六号出生 差不多六点钟 然后 我还是家里的第六个 你是家里的第六个 对 就是我妈妈 就是侄子侄女那些 就是我妈妈是第六个 所以我也是第六个 别扯 别扯这些 真的 你刚刚说五个都非见 我说五个 但我觉得你说 我的优点一点不需要 你自己说吧 你自己说自己优点吧 你说呀 你不说五 你不说就没有意思了 好 我看你 你说你的优点 第一个 要持续这么久 是优点还是让我感动的事 感动的是六个优点太多了 说你优点吗 啊行啊感动的事情 我有这么多事情让你感动 我说你给我感感动的事 哪能说这么多 你不是没事就感动吧 说你六个优点吧 那家里还是感动 说感动三个优点三个 嗯 皮肤白 你刚刚也是这么说的 皮肤白 然后 嗯 嗯 这个嘴皮 你接着说 嗯 个子高 嗯 有个好室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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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算 你变相夸自己的不算 我刚可没这么玩 记性好 我记性好 你记性还不好 小时候三岁的事情都能给我摆出来说说啊 你怎么能说 你们晚上找我说了小时候的事 跟我说的我人都晕了 你们懂不懂啊 怎么下一个这个心情 那个心情跟我说的 那是那我跟你说的都是我记仇的事 整个人都是就跟他说让我继续记的 我都我到现在 我这个二十多岁了 我都二十三岁了 我都记不得了 是三岁的事 你能记得 感动的事来吧 嗯 嗯 要我想想 你最近有没有做什么让我感动的事 下次好难想的 我觉得我对你的感动应该是日常的 日常让我感动 不行 我是在提醒你 给我买蛋糕吃 算吗 算 这感动了 你不形容一下是什么 是什么时候是我从学校回来给我买的蛋糕 对哦 每次回学校都给你买呢 每次吧 夸张了 前期 前期那么两次 太让我心寒了 真的呀 后来就再也没买过蛋糕了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你不过来 后来我回来都生气 对因为后来 没有有一次有的时候 就算吵架了我也给你买蛋糕了 什么时候 我还给你买了脆皮五花肉 记得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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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但是你自己单方面跟我生气 不是啊自己一个人在人家房间里 自己吃了碗一盆沙拉 也不告诉我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呀 再不知道 真的生气时候要命这个人 他们说去接我 但这个是让我感动的事吗 没来就是你特别想来 你自己 我想来不得了 然后 然后你还不会坐高铁 然后 让我给你导航坐高铁 真是太让人心寒了 我哪是 我哪是自己想来 你不是自己想来 我去那个 你们学校在哪来着 那不好说是吧 就你去在那个地方 踩个点 然后立马要坐车回去 我有毛病 然后我 我去的 本来就是你想来 你自己忘记了 你当时那个跟我说的时候 你说你可想来了 我去的 站在那的第一反应就是 而且你还不做 不会坐高铁 对啊 我想一个感动的事 我这太久太久的时候 记性不好记不清楚 我别嘴硬 我嘴不硬啊 嗯 想到一个实在是不能说 嗯 帮我帮我拿 你要我拿都行 嗯 这可以 好了六个了 那是秒拿哦 嗯 嗯 你心里还是有点输的吗 那不是每次给我狡辩呢 什么狡辩 我什么什么狡辩了 你每次都是 因为我真的是在试衣服 没穿裤子 那你穿上了怎么也没去呢 没穿上呀 嗯 说几个了 六个了吗 我不知道几个了 你可以再说一个 如果你还想说的话 哎呀怎么老是说 你那个 哪个 你偷拿什么样的饼干 也不是在偷拿吧 怎么能说偷拿呢 哦我想写个特别让我感动的事情 嗯 嗯 给我喂饭 忘了 没忘 虽然喂的不太好 手机要没电了 什么 说实话 嗯 也许可能我没忘 但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你说的是哪个事 什么 就是我忘记你说的什么时候了 每一个时候 啊 啊 就是 喂饭的时候啊 喂饭的每一个时候 嗯 你 晃了 你晃了 没晃啊 我就是在问问你 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 你他们说咸蛋黄便吃了 啊 是咸蛋黄的事 不是啊 咸蛋黄的事 我怎么会感动 我感动在哪里了 咸蛋黄不是我一个人吃的呀 我连咸 而且我 但是你在我面前我看着你了 嗯 你没看着我吃啊 我看着你吃啊 我手机关机了 哈哈哈哈 所以什么事 人家以为我被你打走 所以什么事 哎呀 什么时候的事 你自己想想我要上厕所 哎呀哎 脚麻了 他去上厕所了 然后留我一个人在这想什么时候喂他饭吃 说句实话我真的忘了 嗯 嗯 难道是上次 因为我现在满脑子不是说日常喂他饭吃 我实在满脑子都是他躺在床上生了 生了那种重病 然后喂他饭吃 但是好像没有这种时候 毕竟他也没怎么生这么大的病过 那就是每次啊 懂了懂 嗯 哎是上一次吗 可以啊 我刚刚照了镜子 我长得好吓人啊 告诉我 不吓人啊 真好吓人 真不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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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妆不可怕了 自己看看 不挺正常的吗 好吧 但你这个直播里怎么美颜看大 哈哈哈 你再再造谣 哈哈哈 哎呦手机开机了 大家都不睡了吗 还一起吧 你要去煮饭吃了 我要去做饭了 我去做饭了 你做 哎 我同学给我饭了 橘蜜 哈哈哈 哈哈哈 别丢下你们 直播做饭 十二点了 家人 今天是周五吧 还是周四 今天周四吧 哦 风向停课了 那更应该好好睡觉了 哎呦好多人给我点赞哦 看 嗯 多不多 我真的很想把那个照片给你们看看 要不闪一秒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是不成机头的 算了算了万一我被抓起来了 我到时候就是说 嗯 嗯 这谁啊 佐金元 哦 嗯 好了 拜拜 拜拜 他们说你直播还没关 真假的 嗯 那怎么办 那你口袋退出一下啊 哎 这没人 好牛啊 我自己还能加入呢 这么牛 我说我在这儿 哈哈哈哈 我说我在这儿呢 哈哈 完了给自己拍弹幕 嗯 好了 拜拜 晚安 我早点挂了 拜拜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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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